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 决定跟从新筹趋势正指标 高级公务员今年加薪2.87% 低层看齐中层加4.65% 政府会听取原方和立法会意见 再落实最终家福 新筹趋势调查委员会上个月 公布新筹趋势正指标 高、中和低层公务员分别加2.87% 4.65%和4.5%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 决定跟从正指标 即是高层公务员加薪2.87% 中低层公务员就按惯例看齐 同样加4.65%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河培恩说 已经考虑六大因素 包括香港经济情况 政府财政和公务员士气等等 拿到最佳的平衡 香港的经济正在是复苏的途上 但是在外围环境不确定之下 仍然是有挑战 政府也都在过去的2022至23年度 和今年的财政年度有相当的赤字 财政储备也都会进一步下降 他又强调每年加薪决定都是独立 不会受之前动身等的影响 去年的考虑决定之后 我们也都不会将任何的数字 任何的所谓的差额滚传到今年 每一年的决定都是一个独立的决定 所以今年行会都是根据六大因素 拿一个最佳的平衡去决定这个加幅 对于华元会要求全体公务员 或一加薪5.1% 追翻过去三年的累積通胀 杨鹤培恩说 薪酬趋势政治指标已经较通胀高 而过去五年整体加幅也都跑赢通胀 强调加薪机制的目标从来不是追通胀 被问到会不会担心公务员加薪不及私人市场 或者会导致人才流失 他这样回应 我们的薪酬也都要跟我们的竞争对手可比 但是就吸引他们留下不是政治这一件事 我们都很努力地令到我们同事的工作 对他们来说有满足感 我们也都在做很多工作培训我们的同事 让他们在他们的工作里面得到成长的机会 公务员事务局星期三会和四个公务员评议会会面 决定最终加薪幅度 母线市记者一流进入报道